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方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比较经典的圈椅款式 那材质这一套是大红双支的玄冥胶子黄塘 面板是一个毒板的毒板的 那这套也是客户订的 下午准备打包发出去了 之所以说现在大家还是这么喜欢圈椅 那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圈椅的气形 气形是特别大方沉稳的 也是天元地方这个扶手圈 看一下这个设计的圆轮饱满 后背板是做了一个镂空雕的颅翼形 那再看一下这个面框面板 全毒板的纹路搭配的非常漂亮 并且整套都是无拼无捕的瓶子 那我们这边椅子 椅子都是做前后通根 看一下这里纹理都是对得上的 上根跟下根纹理都是对得上的 那整套的话我们打磨都是打磨到3000亩 看起来就是做了生气一样 那看一下这个茶几面的纹理 特别精美 我们都是直接挑好一整套 然后组装起来 这样搭配起来效果就比较好 其实现在大家买到红霜这种家具 是已经不太要求说碳辣或者生气了 除非是像北方那边的客户 那基本是要求说厂家这边做到3000亩的筋膜效果 原木色筋膜 就是保持它的原木色就纯天然原汁原味 看起来也是镜面效果 光滑度特别的高 那看一下 这边再看一下这个底部 椅子的底部 这边是细节处理的也都特别到位 就算是椅子的面板成品之后 还有足足1.2公分 我们也是打了两根窗带 比较结实 那包括这些细节 角落这边 我们都打磨的特别干净 所以这也是现在大家买双支家具 都只要求说厂家进行一个白胚筋膜就可以 因为现在像白胚筋膜3000亩的话 其实跟上期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 喜欢视频的关注一下阿方